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先将客人这个美人线 美人线抹出来 依然嘴角一指留一指 嘴角留一指 延伸到苹果肌 嘴角这个位置是不能做的 这个位置是不能做的 我们再看看苹果肌 在苹果肌这个位置 延伸到耳边 OK 好 然后再做一个 继续 大概是两厘米左右 把一条树线分角 两厘米左右 好 OK 抬小一点 嗯 正面 抬头抬小一点 嗯 后继这个位置是要分出来的 这是大动物 这是大动物 不操作 所以这里我们画一条线 这里是操作区域 这位置也是不操作的 这里也是不操作的 再看看 这个很多人会有这个双下巴 这个位置是可以操作的 是 这个位置是可以操作的 OK 稍后再介绍眼、嘴角和额头的操作 我们现在先跟你讲解一下 面部的操作 这个探头是如何安装 这个探头是如何安装 喏 我们对着这个卡丑 这样往前推 就可以了 如果想 除了它的话 是两个手 按住这个按键 按键 就可以拔出来的 很简单 面部的探头一共是两万发的 一共是两万发 这个已经使用了一万八千多发 现在安装了六号头 会显示六号头的 这个是它的 宽的间距 宽度的间距 这个是它的长度的间距 可以调节 水里调节 但是我们每个探头 密认了它的间距 我们可以不用去调节 这个 M1 就是欲以低能量操行 M2 就是枉高能量操行 它最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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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探头 除了2号探头 这个随咒的探头之外 其他探头 它最高的能量 是可以去到 3.0的 全部的能量是由0.1开始 这个2号探头 它最高能量 只是0.4的 可以调节 可以调节 还有这个 看看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是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比喻 我们点一下这个时间 OK 是 我只是想帮客人打100发 就设置100 确定 然后100发之后 这个闹钟会响 这个闹钟会响 这里会显示你使用了多少发 这个是 调节闹钟提示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操作的数据 就是每个探头 用了多少发的数据 OK 那我们现在 教一教你如何操作 这个 0.6 燃烧脂肪 雙下排 OK 排一些雙下排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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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雙下排的客人呢 一定要 将这个0.6 贴 探头要贴 一定要图上零胶 贴着这个下排 然后 按开始键去开始操作 因为我们今天是示范的 所以我们没有按这个开始键去操作 但我也会给大家去 示范给你们看 这个是连击模式 按一下呢 这个呢 是单击模式 就是一发 我试一试 可以单击模式给你们看 OK 我们开始 现在开始 比如客人有一个好 好 双下排的话 我们用0.6的探头 先做融脂 对准他的双下排 肉 然后 一发 是 两发 在侧面 对了 抬着客人的面 然后再将这个 探头 贴着下额线 再打 是 一定要收这个美人线 再贴着 再打 OK 是 这位置都是一样 都是这样操作 做完 0.6 做完这个M6的头 之后的话 我们再操作 4.5的头 再操作 4.5的头 再操作 4.5的头 更加附贴在这个面 这个肉 这个肉 和刚才这里 这里是松的 可以拍给他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 拍到吗 嗯 这里是松的 刚才打了几发 这里是紧贴的 紧贴起来的 然后能量我先用到0.1 刚才 OK 面部的探头 我们可以从0.5开始 除了2号探头 再开始 看客人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接受 再往上加 如果不可以接受 就 减低能量 降低能量 那我们的颈部 是要怎样操作呢 OK 刚才做完6号探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用4.5的探头操作 好 OK 开始一下 你听到这个 音波是会停的 这样就等于是一发 依然都是要锁 美人线 在颈部往上提拉的话 4.5 3.0 1.5的探头 一样做法都是 往上提拉 一发 二发 三发 四发 往上提拉 在颈部走两次 三个探头 在颈部重复走两次 但是大家一定要留意 这个美人线 定点锁美人线 这些位置一定要定点锁美人线 跟这个位置一样 而且有些客人 他这个耳垂这里 会比较松弛的 我们用这个探头这样拨过来 对 拨过来 肉 将它拨过来 松弛的肉拨过来之后 再 开始打 然后它就会没有那么松弛 比较紧 比较紧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线 已经出来了 看这个线条更加明显了 对不对 我们做完4.5探头 就做3.0 就做1.5的 全部做法都是一样 颈的做法是一致 那我们做完颈之后 4.5的探头做完颈之后 就要延伸到做面部 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 再往上提拉 再往上提拉 记住这一手右手 要在面部 辅助一下 提拉 把面部提升上来 对 把它拉上来 然后再做 ok 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 ok 到这个面骨位置 提拉 在做的过程中 在做的过程中 如果客人觉得能量低 可以接受 再加能量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 一加能量 再操作 然后面部的操作 就是按照我刚才 教大家的方式 往上提拉 这个手要辅助 将面部提升一下 然后往上提拉 每个探头 在面部 提拉 往上提拉 走两次 然后走完两次之后 我们要打树 对了 但是 一定要 避开 嘴角 这个禁区 避开嘴角禁区 我们开始 紧贴着皮肤 一定要有凌胶 紧贴着皮肤 然后这个下额线 一 二 对 每一步这样走 打树线来走 ok 再往上 对了 第二 我就不按了 第三 这样一步一步走 就可以了 然后做完这步 再往上提拉一下 再做上边这条线 这样做 依然都是打树 一步一步走 就可以了 是这样走多几步 打树 都是走两次 每个探头 我现在做完4.5的探头了 然后我就更换3.0的探头 由颈部开始做 做到上面部 做完3.0的话 再更换1.5的探头 由颈部 由颈部开始做 再锁线 然后再做上面部 一样的方法来操作 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面部操作 和颈部操作 我们就完成了 ok 嘴角位置 依然都是不可以操作的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的2.0探头 2.0头呢 这个是我们的2.0头 然后是我们2.0头 操作什么位置 这个 扇形操作 嘴唇上 这个位置也可以操作 下巴这个位置 也可以操作 2.0的 2.0的 可以操作2.0的探头 依然 嘴角这个位置 是禁区 不可以操作 所以这边的嘴角 依然都是一个 扇形操作 再说一说我们眼周 眼周 手指摸 这个眼骨 下眼骨 这个位置 画一条线 到太阳月 太阳月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操作的 下眼骨之后呢 就是一个线形 大概是 1厘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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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线形 再摸一摸 我们的眉骨 眉骨下线 在这里 这里画一条线 眉头这个位置 这个区域 我们是不操作的 和眉骨突出这个位置 顳头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不操作的 操作区域呢 只是这里 这个是操作区域 所以这些位置是不操作 这个位置我们也是不操作 太阳月也是不操作的 好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2.0探头 它是最小的 我就示范一下 和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这个客人有 发灵纹 是不是 我们用手 往上提拉 是 图上灵膠 一 发 两发 按着这个线形走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这里也是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这样走 如果它 嘴角的纹不太厉害 走一次就行了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可以帮它走多两次 OK 接着我们的人钟 也是可以操作的 有需要操作的 我们就帮它操作这个人钟位置 和我们的下巴 下巴都是可以操作的 你就问很厉害的客人 上年纪你都可以操作 OK 再讲一讲我们的眼 刚才讲到眼下线 这里 是不是 用手 摸 眼骨 然后这个探头 一定要放在眼骨的位置 一定要有骨的位置 摸起身下 然后这个位置往下 撥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一定要把探头 放在有骨的位置 按下 做眼部 切割 要客人 背眼 必须要背上眼睛 然后再走到这个位置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五发 大概都是五发 到六发 左右 左右的 这个眼角位置怎么办呢 眼角位置 不要打太阳鱼 就可以了 眼角位置可以这样 撑开它 撑开它 有骨的位置 这个位置有些粒位 所以这个凝胶 放厚一点 撑开它 一发 两发 一发 两发 这样来打 如果这里这样放 不稳 有些人比较 眼骨比较粒 你这样 放一半 因为这一片 都是能量的输出 我们放一半 这样来打扰 或者往上来 不可以往上 只可以往下 这样撥下来打 OK 再说 眼皮 是不可以操作的 但是我们可以 把它提拉 然后探头 这里要放凌夹 放在眉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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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 眉骨这个位置 一定要到骨头 不要打眼珠 两发 三发 要将它手 一定要拨它 拨它 拨额头 往额头提拉 看着 往额头提拉 然后再打 一发 两发 三发 一定要有骨头 这里是骨头 有骨头的位置 好 就说是额头 突出来这里是不做的 中间是不做的 那我们就 只要是做这里 这里画一条线的了 这里 做就是做这两格 2 3 1 2 3 大概是六发左右 这个位置 走一次就可以 走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额头纹比较厉害的话 可以走两次 ok 已经做完颈 颈纹了 是不是 有些客人的颈纹比较深的 比较厉害 那它2.50碰头的就是 工作就是除皱纹 哪里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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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皱纹的 你就帮它摊开 拨开 拨开它 然后在这位置 皱纹的位置 帮它除皱 帮它打多几分 ok 可以